卡路台风来袭 在北北基疑政府宣布放台风假 不过桃园市却是要正常上班上课 也掀起了网路上的讨论 今天实际出门的学生跟摊商们 大多表示是可以接受市府的决定 桃园市长张善政则表示 桃园的风雨并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还是要必须依照科学的依据 卡路台风逼近台湾 路数被风吹得大力摇晃 但桃园市学生在校门口前等着要去上课 当时都讲好了 然后今天没有学生不公平 觉得还好 就没下雨也没风 对啊 可以接受啦 可以接受 北北基疑政府都在3号宣布放台风假 但平时属于同意生活圈的桃园市 却要上班上课 让许多网友表示不满 认为说好的北北基桃围木呢 而3号一早实际询问出门上班上课的桃园市民 没有台风假怎么看 无风无雨 没有放假就正确了 我的看法是依据天气的状况 跟那个没有同步的话 我是没有很在意啦 由于依照桃园风雨的确没有达到标准 因此虽然大多数人喜欢放假 但是对于市府依照气象局预测 决定上班上课 在科学数据以及实际天候证明下 还是乖乖卷起衣袖 上班上学干活去 记者林柱强 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